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关于这个控制测试 这个时间的问题 那么这个点呢 也非常非常容易出题的内容 这个我要注意啊 含义性质 它要出题 时间范围 重要出题 而且我听大家 我们这控制测试 这个时间的问题 范围问题 和我们抽样结合 更为紧密 那一定一定要明白啊 那咱们说一下 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 那么时间呢 咱们也前面说过啊 关于我们既不实行程序 那么它的时间 这个时间安排的问题 咱们就要考虑 是获得十点证据 还是时期证据 你什么时候做的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控制测试时间 就离开这个问题 那么相当的 我们主要是 要根据我们控制测试的目的 来确定 这个控制测试的时间 而且要考虑 我们打算 信赖的控制的 十点 还是信赖控制的 这个期间的问题 那由这结合来看 那么相应到这个内容 我总结一下啊 我总结一下 咱们书上啊 他没有说透 他不是没说 他没有说透 那所以可以 大家总结一下 比较合适 对吧 一个是咱们要考虑 十点证据的问题 一个是考虑 时期证据的问题 那么对我们执行的 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首先 那咱们说 关于控制测试的时间 要求这块 那个表 对吧 那如果我们测试的目的 是打算测试 控制在特定 十点运行有效 也就是说 我们只打算获取 这个十点上的 审计证据 那通常我们执行这个时间 往往就在这个 十点上执行控制测试 那比如说 咱们那个后面 要讲到存货的这种 键盘的问题 那么存货的盘点 就是这样控制 盘点工作 而这项控制 就在那个点上 所以呢 我们想证明 这项控制在那个点上 执行有效果 我们通常就在那个 十点上来做测试 那很少说 我们在后面再做了 这么一个 所以通常是在那里 来做 十点有效 那除此之外 更多的情况下 绝大多情况下 我们都是打算 信赖啊 这控制在某一时期内 有效运行 那通常来说呢 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这时期就是什么 比如一年 所有审计期 假如一年 我们审计就是这个一年 现在控制一年 那么相当 我们需要获取 这个期间内 多个十点的证据 但还不够 我们要复制 以其他控制测试 那比如说 咱们前面讲 控制环境的问题 说控制环境好 那就为我们 执行我们的 进步审计程序 变得一个基础了 我们就可能什么 其中做控制测试 然后信赖 什么 这样控制 它在合理延伸到期末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什么 控制环境测试 对吧 那再有 比如说 对控制的监督的测试 所以呢 我一般来说怎么做 我们通常在期中 对吧 给大家曾经讲课 讲过我们审计期间 那个时间 那个问题 对吧 在期中执行 控测试 然后针对剩余期间 那执行相关的审计程序 那剩余期间 比如说 剩余期间 我们也要做必要的测试 那么做呢 对控制监督测试 考虑控制环境的问题 这么一个啊 那这是咱们说 对于控制测试 时间的基本要求 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一般你去看的书上 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啊 所以呢 看我这个讲义就行了 那这里咱们要强调一点啊 就是 关于控制在多个 不同试点运行有效 这个呢 他不能说 咱们简单累加起来 就共产整个企业 有效运行了 充分市场证据了 这也不够 比如说我们打算信赖 这项 比如说啊 那这个费用审批 那这样控制 说对于这个费用审批 让控制 是全年有效运行的 那假定 我们抽了啊 说抽多少个呢 抽了 假定啊 说是45个 45个不同试点 然后在那10点上 进行测试 那么只能证明 这45个不同10点的 这项控制有效运行 那中间隔了5天啊 8天啊 这类的 中间是否有运行呢 不知道 这不知道 对吧 所以你说这45个前 来加起来 不能证明是一定 那什么 整个切都有效运行 不够 对吧 这不充分 也不适当 不够啊 那怎么办 我们说中间 要复制什么 会控制环境的 这种考虑啊 对控制监督的这种测试啊 这样就没有用 这个要注意啊 好了 那么10点的这种控制 咱们已经说了 那我们一般就在10点 做这个控测试就行了 关键是整17条运行 特别是咱们以一年为例啊 一年为例的话 那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在7中测试 这个呢 对已发生控制是好用的 比如说 咱们说 那10月份 那我们做预审 1到9月份 已经是发生过了 我们都可以去测试 1到9月份 不同的10点 然后这个期间的一些呢 咱们看 我的控制环境啊 这个控制监督都可以做 对吧 但是呢 这里获得的证据 只能是证明1到9月份 1011 12证明不了啊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要考虑 7中做控制测试了 获取的审计证据 能不能证明 全年都有效啊 换句话 把这个效果延伸到期末呀 这样一个 明白 那么就是说了 即使我们 已经获取了 有效运行的审计证据 依然要考虑 这样控制 能不能在期中的 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把它延伸到期末 证明整个千都有效运行 这样一个啊 那么这个 咱们来说一下啊 这个好好看一下 那咱们说 我们期中执行控制测试 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比如说 从那1月1号到930 因为我们10月份进现场 做预审对吧 前面给大家解释过 那通常呢 我们这个时候预审当中 主要是什么 那除了我们正常啊 要了解被审栽培级环境 那你们还得了解 不管是不连于审计啊 这话一定要了解的 然后呢 如果你现在先用的控制啊 不同的认定啊 不同的项目的这种控制 我们一般就在这时候来做了 对吧 那1到9月份 那这能证明1到9月份的情况 那是预审所审计的中期 那剩余期间 10月10月12月 这剩余的期间 那么期中证明 这样制度 那执行的很好 有效运行了 我们说 我想现在是全年内空有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仅靠1到9月份还不行了 咱们叫有始有终啊 你这是说1到9月份行 后面那几块有问题 也是一样 有问题的对吧 不能相信的 所以我们考虑剩余期间 这个问题对吧 剩余期间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的考虑是这样的 在这剩余期间 一个我们要考虑 内空有没有变化 我们想限来这样控制 我们来说啊 不止一项控制啊 也可能我们在这里 打算限来那么 假定啊 100项控制 那因为一个企业啊 这个相关内空啊 跟我们审计有关的 可能啊 有那么个啊 假定啊 咱们假定有那么200多个 现在呢 我呢 通过两个内空手 我打算 信用来其中100个 就这数啊 后面要用 现在100个 那么这100个 我现在已经做了 一到9月份了 好了 一到9月份都证明 可能说这些这100项内空啊 是设计合理的 那么得要执行了 一到9月份 哎 是有效运行了 那关键呢 说 11 12 那10 11 12 怎么办 我们得考虑 这些控制 这100项控制 剩余期间有没有变化 所以呢 我们要获取这些控制 在剩余期间 有没有变化的这个情况的证据 那这一个 那再有呢 就是如果是 他没变化 我还能信赖他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光是一到9月份还不行 还有什么 10 11 12 我们要什么 获得补充证据 这对剩余期间 对你先来的控制 获取补充审计证据 这么两个 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来说一下 这个问题 那咱们第一个 说考虑剩余期间 我们你先来控制的变化情况 对吧 我们要考试他的变化情况 那对于这个变化的话 怎么来看有没有变化 我们一般来说 主要是先询问 但询问不够 所以结合观察和检查程序 来获取我们你先来这些控制 是否发生变化的实际证据 那么 然后呢 得结论就不一样 注意 那么有可能说 剩余期间控制没变化 我们就决定 先来其中获得的实际证据 这一种 还有可能呢 说顺其发生变化 我们需要了解 并测试这控制的变化 对其中这一种证据的影响 就是还能不能信赖它 因为有的变化 未必 是对我们你现在控制 说有什么直接影响的 比如说啊 有这种情况 说原来呢 我们现在这样控制啊 它有效运行 它呢 就是对这个数据进行的什么 运算呢 什么得出结论 然后来呢 人在这个记录上 又生成了一个报表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原有是没有的 对吧 一到九月份是没有生成报告 这个功能的 到了十月份之后 或者是那十月份 人生成了一个报告了 但是呢 这个并不影响 我前面说 这个 它正常去处理 这些数据信息的 这项控制 不影响 它只是在记录上 多了一项控制 那对我们原有 那是没有影响的 对吧 这里的 但有的呢 就是不一样了 可能有影响 有变化了 这么一个啊 这样一个 那注意 说如果生成没有变化 或者我说的那种变化 但不影响我们其中 获得实际证据 那我们一般要吸赖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 针对剩余期间 对这项内控 获得补充证据 证明权力有效 那进入到下一步了 对吧 所以呢 下一步 咱们考虑 针对剩余期间 获取补充证据 对吧 要是针对从期末到期末 这段瞬间 因为我们打算 现在是整个期间的内控 那么到期末那段瞬间 我们针对你现在这样控制 我们获得出门上的补充证据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说补充证据 咱们都要考虑什么 因为呢 在这注意啊 我们补充证据 其实还是我们原来 要做的那些程序 就针对内控啊 这块 我们原来怎么证明内控有效 现在还要做那些程序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 那对补充证据的数量因素的问题 做多少的问题 对吧 这么一个啊 所以对补充证据 咱们考虑因素及数量影响 那么影响补充证据的数量 有正向影响的 有反应响的 此外 除了正向反应之外 还有一个就特殊考虑的问题 那这个需要大家来看一看 那只要看一下大屏幕 首先呢 对补充证据 那有正向影响的 比如说 最基本的 我们评估的认定层 重要错误风险 那这块 那大家知道 咱们是进一步试计程序嘛 所以呢 肯定要考虑前面 评估重要错误风险 而且认定层次的 对吧 那一般来说 认定层重要错误风险 这块 我们评估这个 如果是风险越高 我们还想限制对控 那剩余期间 补充证据就越多 越充分 限制对控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剩余期间的长度 剩余这个期间越长 我们需要补充证据往越多 比如说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什么 是一到九月份 剩余三个月 那如果是 我们是测试了 一到十月份内控 只剩余一个月的 那很明显 剩余三个月的 我们打算做的控测试 这个证据数量 和剩余一个月的 很明显不一样 对吧 剩余期间越长 我们需要补充证据越多 此外 在你现在控制基础上 打算减少进一步的 实际性程序范围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打算减少的 这个进一步实际性程序 越多 就你越想呢 少做 你就减少的越多 对吧 那对控制 现在程度越要求越高 需要的 剩余期间的证据越高 数量越多 对吧 这么一个 这是正向影响的 还有反向影响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其中 对有控制运行有限 或者证据的这个程度 也就是说 这个其中 如果已经证明 我们你现在的控制 是一个高度有效的 证明力已经很强了 而我们其实呢 说对这样控制啊 说只要它有效就行 不需要高度有效 所以剩余期间 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 那这样是什么呢 就像咱们同学一样 说你这个考试啊 咱们呢 带着大家来复习考试 很多同学说了 我们都看什么 科幻题得分 说我科幻题得分越高 我后面主观题 要求都越什么 越松一点 对吧 那如果科幻题 我的得分情况 已经很好了 那么主观题 我对自己得分 要是没那么高 说科幻题假定 假定啊 说我科幻题50分 主观题50分 科幻题的话 我已经能得到了48分了 主观题那个 我得12分就急了 所以主观题咱们答题要求 压力就小 不需要做那么多 其实 说个别的那几个题 不会也无所谓 两问不会 扔到那没关系 对吧 但如果是我们前面科幻题 得分没那么好 50分的话 我只得了30分 那后面主观题 你就要一定要努力多得分 多做多答 对吧 这么一个 其实一个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要求这样的 60分及格嘛 答的要求就行了 你说这一个 对吧 这一个反向影响 对吧 那再一个 在总体上 你下来控前提下 控制环境好坏 那就是说 这个企业管理层 治理层这块 控制环境嘛 那如果他们越是高度 重视内控 管理越严 越诚信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越相应什么 他剩下 他也会严格管理 所以相应的 后面 剩下期间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证据 不需要做那么多控测试 那么如果是啊 他们呢 这个控制环境这块 说也还可以 没有说差到不能限制内控 但是也没好到说是什么 极高度的这种 控制环境的优秀 对吧 没到极高度情况 说还可以 能打个80分的水平 那这个时候 我们依然相信内控的话 好了 注意 因为控制环境没那么好 那么我们就需要 剩余期间那三个月 多做一些 所以这是反应下 所以有正向有反向的 那影响我们 剩余期间 补充证据的数量 对吧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考虑的 那这些特殊是一样的 一个呢 针对特定控制 比如说字化运行的 应用控制 对于这一类的 我们知道 他一旦得到执行 他一贯执行 关键呢 在于一般控制怎么样 所以针对这个 我们主要针对剩余期间 进行一般控制算式 对于他本身呢 我们并不需要多做 那么远远吧 所以如果字化应用控制 他的一般控制好 一般控制好 然后我们也测试 剩余期间也一般控制好 我最多 真正的事情时间 做一次测试就够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并不影响我们做这个 自动化应用控制测试的数量 他最多一次就够了嘛 那有啥数量可以影响呢 那此外 我们针对剩余期间一定要做什么 对控制监督的测试 针对剩余期间这块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那我们对剩余期间这个监督一定要考虑 那这是说补充证据的数量 剩余期间控测试 这么一个啊 好了 那么我们都建立了什么呢 你现在控制没变化 剩余期间 或者变化不影响的情况下 但如果说剩余期间 你现在控制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变化 已经影响了我们箱的这个内控 这个时候 等于什么呢 其实咱们前面提过 就是等于备剩余单位啊 在我们所审计期间执行的不同的控制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前面的已经测试完了 对吧 现在呢 我们考虑针对剩余期间 新的控制相当于 对吧 单独执行控测试 这一种 或者针对剩余期间 不再信赖剩余期间这个新的内控了 我做实际性程序 也有可能对吧 也有可能的啊 这么一个 所以这一点也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呢 准则没把这个说清楚 所以咱们把这个给大家补充清楚来 然后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说 期中做测试 沿着期末这个问题 这个 在我们抽样当中 讲得特别多 那因为它随到我们一个什么 抽样的一个总体的问题 对吧 然后抽哪部分 对吧 剩余期间怎么办 所以这个一定要结合我们 第六篇下一篇里面 用抽样的用 前回一定要结合啊 在这块 然后这一头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呢 这个企业内控啊 我说啊 它是一个相对啊 相对稳定的这么像制度 它不能轻易来拿变化 所以咱们前面说吧 那那个立体 对吧 说那老师 那下回肯定给你编的 那这一年呢 有四项不同的控制 我说赶快离得企业远点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说明这个企业的内控管理制度 那不能轻易变 那这样的话 一个问题 那我们以前已经做了控测试了 而且呢 证明内控设计好 得到执行了 而且得到什么 有效执行了 我们今年 能不能利用以前年度 谁获取的内控管理制度证据 这个时候怎么办 没有啊 既然你这个制度不会轻易变 你这制度不会轻易变的话 我能不能利用以前的结果呀 就像说 我们说看这个人 说这个人呢 就没变 所以呢 我跟他的交往啊 习惯什么的 还跟以前一样 按照以前的方式 能不能呢 好了 那咱们得知道 他有没有变 对吧 所以一个基本考虑 你信赖的 以前审计中测试的控制 再把进入了变化 说这个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 你说还像以前那样 去对他 行不行啊 先看他有没有变化 先看有没有变化 对吧 这个基本考虑 那么这个时候也一样 跟咱们说 生日期间那时候一样 我们也通过询问 结合观察 检查程序 获取控制 是否发生变化的 是一个证据 这么一个啊 当然呢 像这一类的 像这类我们其实做的 要多一点 因为毕竟以前年度的 和本年的 所以呢 这个要多做一点啊 这块程序 和前面说的 期中做的 然后呢 生日期间那个 来比 这会儿实际上 要多做一点的 那看这个审计 那控制有个变化的证据 这要多做一点 对吧 然后 我们也考虑一个变化问题 如果啊 就控制变化了 控制变化的时候 我们要最基本的考虑 跟其实前面一样 那期中测试的控制 然而然到期末 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要考虑 以前审计 获取的控制运行 好像审计 审计 受和本期审计相关 依然相关的问题 那依然考虑一个问题 对吧 这么一个啊 那么还是咱们举的例子 那也可能就没变 也可能变了 这个变了 也不代表说 影响 以前获取的证据 要求新 还是那个例子 对吧 说去年 前年我们测 这样控制了 然后他就是对这个 相关业务进行相关处理 但今年在这机构上 人多了一下控制要求 说在已有的 那数据处理结果上 人家生成了一个 那相应的报告 那这个新增的控制 并不影响我们原来 那样控制 所以呢 以前证明 原有控制有效的 这个本期依然实用 那这么一个 但也可能有不实用的情况啊 所以呢 这是一样基本考虑 那么注意 说如果你新来控制 自上测之后 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以至于影响了 以前审议 获取证据消耗性了 那本质不一样了 你看嘛 如果你还想 现在这样控制的话 只用在本期 来测试它有效性了 这么一个 当然呢 像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哪做解决了 了解内控的时候 就可以解决了 对吧 了解内控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么一个 然后注意 咱们说没变化的 如果你新来的 而且不是针对啊 减轻特别风险的控制 那因为咱们说特别风险啊 这样过去咱们前面说过 咱们要了解它 因为可能常规的内控 对它无效 所以我们专门考虑它 现在呢 说我现在想新来控制 而且不是针对特别风险的 而且我们测试了 发现没变化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依然不是说上了就决定 本期去拥大 我们用直接判断来考虑 第一个 是否在本期测试它有效性 这也有直接判断 第二个 我们要考虑时间间隔的问题 本次测试和上次是这样的时间间隔 但注意 这个间隔部分过长 我们有一个上限要求 每三年至少来一次 每三年至少做一次 那在这块要明确 你要是我两年做一次行不行 可以 说我每年做一次行不行 也可以 如果你信赖的话 这么一个 所以这点要注意 所以呢 咱们依然有可能说 是去年做过 我今年还要测试的 也可能是呢 这个去年做过了 那我今年不测试了 那前天做过 我今天测试不测试 大前做过 我测试测试不测试 好了 注意这个问题 有一个每三年至少一次 那好了 那咱们就是 每三年来一次呗 如果你选择这个的时候 要注意 如果决定每三年 测试一项相关控制 你先来控制 这个时候也不是说 你呢 中间啥都不干了 我们要在每次审计当中 都要选择足够数量控制 来测试它有效性 什么意思呢 注意 我们前面说过 就是 假定啊 这个企业内控当中 我们在下来其中 一百项控制 一百项 然后呢 说 这样啊 这个 前年 我们做了这一百项的控制 它的测试 然后呢 结果满意 想要限制内控 这些内控的一百项 那么接下来 去年 去年这个啊 说控制都没变化啊 而且都不针对特别风险的 说这一百项我继续信赖吧 今年呢 也没超过三年对吧 我继续信赖吧 好了 去年 今年 每次审计当中 我都要从这一百项中 选一部分 来进行测试 它是这么一个要求 对吧 然后强调 不能将所有你现在的控制测试 准在某一次 然后之后两次审计中 不做任何测试 这是不行的 说我前年 这一百项都测试了 去年 今天啥都不做 我就直接信来了 然后明年 我再测试这一百项 这不行 这个要注意啊 即使你选择这个三年测试一次这种 你这每年也要做一部分 不能一点都不做 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样意思 当然呢 每年做一部分 每年做一部分的话 也意味着什么呢 我也同时通过测试来证明 它真的是持续要运行的 这么一个啊 真的没有重大变化 从测试来证明 好了 那么 我们在决定啊 就刚才要考虑那个 一个是呢 这个时间间隔的问题 对吧 一个呢 我们来考虑 是不是再次测试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考虑因素 情况有哪些 对吧 因为我要直接判断 要不要做测试啊 好了 要考虑赠评因素啊 首先一个 内部控制其他要素有性 就是控制环境的问题 然后控制环境的问题 对吧 控制监督的问题 这最主要考虑的 那么再有控制本身特征 人工还增化 你看人工和增化 它产生不同的风险 此外 一般控制是不是有效 那肯定这对 那应用控制的问题 对吧 增化应用控制 那再有呢 影响内部控制的 重大人是变动的问题 因为控制是由人执行的 那人如果有重大变动的话 我们要考虑 还能不能信赖 此外 由于环境发生变化了 而特定控制 缺乏变化 由此导致风险 所以你控制的确没变 但环境变了 你这个控制 是不是应该考虑变的 那再有 要考虑重大变动风险 对吧 这个要考虑 以及对控制下来的程度 一共是六方面 那这六方面 咱们要注意 展开来掌握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个的影响是什么 咱们你看一下 那这个说 展开来说 例如什么 举例什么 这个要掌握 咱们看一下 打屏幕 那么一个 说内部控制其他要素有性 比如控制环境啊 对控制监督啊 包括特别人 发现评过程 那这里举例了 说如果控制环境薄弱 或对控制监督薄弱 那其他要素不行 这个时候 我们针对控制活动 怎么办啊 你要想信赖他 要缩短 再次测试的实验镜口 或者完全不信赖 那二选一对吧 说原来你打算是三年 现在控制环境薄弱 可能决定两年 那两年来一次 那就是前年做了 那去年呢 可能什么 选一部分 那做了 今年呢就怎么办 就直接 在全面做了 直接在全面做了 而不是说什么 再等一年了 这一种 或者是干脆 完全不信赖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得了 前年做了 去年也做 今年也做 是吧 就完全不信赖 以前的证据了 但是我还想限了点控 这么个意思啊 那再有 说控制特征 是人工还增化的问题 那如果是人工成分 角度 那么一般来说 人工控制的稳定性 都比较差 所以注意 我们说 主要是可能决定 本期审计中 继续测试这样控制 运用的稳定性 换句话说 如果是人工化 不是说必须啊 并不说必须的 而是说 我们倾向于 每次测试一下 倾向于 但不是必须啊 所以人说可能决定 那再有 新技术一般控制的稳定性 那这个主要针对什么 自画运用控制 说如果啊 新技术一般控制 控制薄弱了 我们可能会减少 依赖以前 谁去获得的稳定证据 你要还想信赖的话 那每次都要做 或者不信赖 那再有呢 就是影响内部控制的 重大人生变动 那举例了 比如说 有重大的人生变动 我们更倾向于 可能决定 就更倾向于 在本期审计中 不依赖以前获得的证据 但也没说一定啊 更倾向于 其实通常来说 实物当中我们就会决定 不去依赖了 是这样一个 但是呢 没说必须啊 这考虑当然要注意到 那再有 说由于环境变化了 而特定控制没有变化 有所谓的风险 就是环境变了 变化导致什么呢 需要对控制做变动 那控制却没变动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 其实控制不再有效了 既然控制不再有效 我就不能这个事做决定了啊 这就是什么 一个结论性东西了 一定要这样 不再信赖 以前谁获得有关 控制运行性的证据了 这个要注意了啊 不像前一个 前面是可能决定 而这是什么 这要就这么决定了 就这么定下来了 不能再依赖了 那此外呢 就是对于重大凑暴风险 和对控制却的程度 那风险较大的 或对控制啊 你却的程度较高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 要么缩短这个坚固 不是呢 三年一次 可能是两年一次 或者完全不吸赖 那就每年一次 所以咱们说 这六种情况 营养因素 咱们一定一定要注意 特别这个举例这个问题 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那注意啊 这里注意 一个是缩短时间间隔 完全不信赖这个 它是病例关系 二却一的 对吧 对控制环境啊 做法错过风险啊 这个 它都是二却一的 对吧 而那可能决定 和不应再依赖 这是不一样的 可能决定是倾向于 但没说必须这样 不应再来 不应该再依赖 那是决定性的 那么考虑当中 注意这个细节 此外 对于呢 只在针对 特别风险的控制 由于特别风险 特效性 因为是报表 受到特别关注的 这个问题 所以 如果是只在 减轻特别风险的控制 我们要求 不管这样控制 有没有变化 都不能依赖 以前获得证据 每一变化也一样 有没有一样 我都不依赖 那么这时候就要说到 如果我们正在是打算信赖 针对特别风险的控制 那么证明它有效运行的证据 必须来自于当年 相应的 也就是每次审计都要测试 注意啊 注意这句话 它有前提的 有前提的 你信赖的 每次审计才要做这个测试 针对特别风险 对吧 如果你不打算信赖呢 你不打算信赖它 你没必要测试 但是呢 你还是要了解 这对特别风险控制 了解是必须做的 测试呢 不是说每次必须做测试的 只有你信赖的 每次审计都要做测试 好了 那这里啊 有一个呢 这个决策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判断 第一 是不是特别风险 是的话 你信赖的控制 必须本年审计要测试 如果否的话呢 还要看最近两个人 没测试过 对吧 如果最近一年两年 都没测试过的 本次审计要测试 如果说最近测试过的 我们要考虑 有没有变化呀 对吧 我们看是不是人工的问题呀 对吧 此外社会可能为满足 每年测试一部分的 控制这种要求 而且本年还是要测试一下的 这个决策图啊 那么这个概括起来 就是这样的 真正特别风险的 每次审计要测试 每次审计啊 不管以前人是否测试过 那如果不是特别风险的 两年内未被测试过的 应该测试 对吧 那么再有本年都已经变化了 而且这变化是有实际影响的 需要做测试 对吧 那如果最近两年测试过 本年被变化 原则上可以不去测试了 对吧 那么注意 有的是最近两年被测试过 但为了满足每年测试一部分要求 有可能还要做测试 换句话说什么 咱们说 注意啊 咱们说 这个两年每次都选一部分 对吧 选的这部分可能有重复的 讲这100项控制 前年做测试了 然后呢 去年选了一部分 今年又选了一部分 又选这部分当中 有可能有一部分重复了 有可能有重复的 没有关系 可以的 你抽中它了 你就测试它就行了 不因为它重复 说不测试 注意这点 可以重复啊 好了 那这咱们说 可以控制测试 这个时间的要求 那时间安排的问题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考题特别多 我们看一下考题情况 那么19有一个单选题 说对于财务报表审的业务 在决定是否现在 以前审计获取的 有关控制运行性的 审计证计时 限制给它当中 注决人无需考虑的是什么 A 控制发生的频率 B 控制是否是增化的 C 控制是否是辅达人工的 D 控制在本地是否变化 那这个哪个无需考虑啊 哪个不用考虑啊 发生了频率的问题 那这个不用考虑啊 说这样控制 它频率是什么 每周执行一次 每月执行一次 那这个和我们今年 信赖不信赖它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都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这个无需考虑 对吧 但是呢 BCD都要考虑 自动化人工这个问题 这有影响的 有没有变化 这有影响的 所以A 在我们控制测试的时间这块 要不要考虑以前年度这个 好了 频率不影响 那这个样什么呢 咱们后面讲的 范围的问题 控制是范围是要考虑 控制发生频率的 这一个啊 然后 18年单线级 说如果主要是已经获取了 有关控制在其中 预行性的审刑证据 然后在那顺其前 我们获得补充证据 说下列事法当中 问错误的 A 说那这个 被审刑待遇 控制环境越有效 我们需要获得补充 顺其前补充证据 越少 控制环境越有效 那我说管得越好 管得越好的话 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少 你看 正确 那呢 说主要是可以通过 测试被审单位 对控制的监督 将控制在其中 预行性的审刑证据 合理上的期末 这个咱们特别强调过 对吧 整个实习有效的话 一定要考虑 监督的问题 对控制监督的测试 正确 对吧 C 说如果控制在身前 发生变化 主要是可以通过 做穿行测试 将其中获得的 审刑证据 合理现在的期末 做穿行测试 那这个咱们知道 这肯定不对的 因为前面 在上一篇咱们讲过 穿行测试 只是能证明 这控制的设计 和得到执行 但是呢 它无法证明 一万执行 而我们说 想讲 其中获得的证据 合理现在的期末 实际上我们要证明 剩余期间 控制是有效运行的 那实际上等于 顺且我们依然做的 也是控制测试 而不是理由业内控 所以这个不正确 定义呢 所以主要是在 系列控制的基础上 你减少实际性程序 范围的越大 对吧 减少实际性程序 范围越大 就是 后面实际性程序 我不想多做 原来呢 说计划安排五天 现在我打算只占一天 减少了四天 减少的越多 我们这些 剩余期间补充证据 又越多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高度 限量内控 越高的限量内控 我猜什么 越少做实际程序 我才可以多减少 多减去一些 实际程序的 所以这是正确 我们说这个 正向影响的问题 所以错的 选项 然后你看这个题 考的很细对吧 控制测试啊 这个本来就有重点 而且这个时间范围 更是重荣之重 17年 多远局 说下理情况当中 朱爱诗不应利用 以前年度 获取的有关控制 有效运行的审计证据都有 不能利用的 A 说朱爱诗你信赖的 只在进行特别风险的控制 那如果想信赖它 不相信你以前年度的 没问题 B 说控制在本年发生重大变化 那这个你要想信赖 只能本年做 C 说背景单位控制环境薄弱 这个要注意 背景单位控制环境薄弱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 控制环境薄弱 我们考虑 要么缩短 要么 就是不利用了 二选一 而这个题目说 只能不利用的 没有缩短的 那这就不对了 第一呢 说控制在过去两年 审计中未经测试 那么这个 你要想信赖这个控制 那必须得做了 所以呢 D是对的 C是错的 那一年考试当中啊 很多同学就在这个点上 就是疏忽了 对吧 就是控制环境薄弱 我们不信赖以前的 可以呀 但是我控制环境薄弱 依然存在缩短间隔 缩短间隔 我两年做一次 存在信赖的可能 对吧 我前年做了 对吧 控制环境薄弱 去年下来 今年我再做 那也叫缩短 对吧 而不是绝对不能利用 以前年度的 因为去年我利用了 这样一个啊 这么一块 所以这道题要特别注意 对吧 这要特别注意啊 所以答案是ABD 对吧 那注意这个C选项 所以像什么 缩短 或完全不出来 二选一的 这么一个啊 然后一期点解答题 那咱们看一下 ABC事务所 A诸改师负责审计 蒋思16年报表 与从而审计 相关部分实际上如下 注意啊 你不要看这存货 说我们还没学到的 你放心 我放到这一定是 我们能答的 说与材料入户相关的 内部控制 本年没变化 因为那针对这样控制 应对风险不是特别风险 我们诸改师 就决定利用上年度审计 获取到有关该控制 运行有限的审计证据 上一年度 去年 然后问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 只要说理 注意啊 人说了我这不是 针对特别风险的 而且本年没变化 于是我就说 上年已经这么有效了 我决定利用它 行不行 行不行啊 那终于回答 什么 俩字 恰当 可以的 我可以利用 没有问题 因为不是特别风险的 不是特别风险 对吧 而且呢 已经什么 证明有效了 而且没变化 有人说时间间隔呢 人间隔告你上年 你不用考虑 他是不是超过两年的问题 对吧 最回答恰当就行了 18年解答题 你看好像街上题一样 对吧 还是以存货审计 相关部分实际上 如下 所以以公司存货 不存在特别风险 且以前年度 与存货相关控制 运行有效 A主要是 因此减少了本年度 存货 卸测试的样本量 那么注意 所以减少了 卸测试的样本量 意味着什么 减少实际程序的范围 对吧 那在这个问题上 行不行啊 因为控制有效 我就减少实际程序范围 行不行啊 好像是可以的 对吧 有一个问题 他说了 没有不是特别风险 但是呢 第一个问大家 本年有没有变化呀 不知道对吧 以前年度确实有效 本年有变化 不知道 第二个 隔多长时间 以前年度几年呢 三年前 四年前 五年前 是不是都要考虑啊 所以人们是否恰当啊 咱们回答什么 不恰当 对吧 理由什么 说以前年度与从后相关控制有效运行 并不构成减少本年度 切词样本规模的什么理由 因为他不是说本年控制有效运行 对吧 这一组 这可能难答一点 因为很多人想不到这么答 但是人还有一个答案 说我们主要是还要了解控制在本期是否发生变化 这是要可能达成对吧 你自己了解有没有变化 我说这是了解控制是解决的 这话咱们应该达成 这要提这变化问题 说没变化 咱们再考虑时间间隔问题 变化的时间间隔都不用去考虑 说发生重大变化的问题 都不用考虑时间间隔了 没变化 我们才考虑时间间隔 对于这点 好了 那这是关于控制测试的时间的要求 这个时间 敬大家啊 还是那个问题和抽样结合 因为抽样要专门来讲 我们其中做控制测试 沿到期末的问题 样本量的问题 结合啊 所以咱们控制测试时间 这一个重点内容 希望大家好好的笑话理解 真正掌握了 咱们再往下进行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点 你看主案题都出来了 科案题也要考 主案题也考 而且有难度 有细节 它不像别的啊 别的呢 有的职业很直接考的 这话考的是有难度 有细节的 所以一定要笑话理解 咱们还进行 我们下来的职业很明显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待的观看 看来我们下期待在这里 我们下期待的观看